大家好,歡迎收看Kissie Moon TV 我是Kissie,拔辣媽 今天拔辣媽要來教大家做什麼料理呢? 今天我們要來做甜點,因為太熱了 所以我們要吃果凍,消消暑,涼快一下 小朋友放學回來,看到我的果凍一定很開心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果凍是桂花枸杞果凍 我們要準備300克的蒟蒻椒凍粉 然後呢,我們要準備2000cc的熱水 那這個我們已經煮滾了 煮滾之後呢,我們就熄火 熄火之後我們再把這個蒟蒻椒凍粉慢慢放下去攪拌 然後呢,我們再加入這個3湯匙的枸杞 還有這個2湯匙的桂花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開火,繼續讓它煮到滾 現在呢,已經滾起來了,所以我們先關火 然後我們移來這裡 這個火熱的電 然後我們讓它放涼一下下呢,再放進這個模型裡面 我們已經讓它放涼大概5分鐘左右了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放進模型裡面咯 我們已經讓它放涼大概5分鐘左右了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放進模型裡面咯 好,那剩下的呢,我們就放到這個盤子裡 等一下我們可以切割 我們把那個枸杞平均在每一個面都有 好 好,那我們現在就讓它放涼 然後給它變硬 比較冷卻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放去冰箱 冰個2、3個小時 等一下我們再回來看看成品哦 我們已經冷藏2、3個小時了 我們來看看 變硬了 好,那我們把它放到盤子裡面去 那我們鍋出來的時候呢 就是用小叉子給它旁邊壓一下 摳一摳 然後呢就可以了 這樣子 嗯,桂花好香哦 有桂花的香味 還有枸杞子咬下去甜甜的 有驚喜的感覺哦 看這裡又有一個枸杞了 嗯,很涼快 很適合夏天吃 好吃 讓小朋友回來看到丁很開心 那這一次呢,巴拉媽是用那個蒟蒻焦凍粉來做 它是已經調好了 燕菜粉跟蒟蒻粉是調配的 就剛剛好了 然後也有糖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呢,我們就直接去烘焙店買蒟蒻焦凍粉 回來加水 很容易很快就可以煮出來了 那如果你喜歡巴拉媽的影片 記得訂閱哦 我們下集見 掰掰